而这名窃贼不知道是胆大包天还是少一根筋 12号偷窃林姓民众车上的一包烟后 事发隔两天在加油站遇到寻谦的女警便打招呼 而女警转头一看见她的装扮 便秒认出来她就是那个偷烟的小偷 盘查确认嫌犯后也坦诚罪行 而最后被女警带回送办 在加油站认证寻谦的女警听到后方民众打招呼 于是转头准备回应 却发现这位民众一身装扮行头 跟手上调查的切案妾贤一模一样 于是上前盘查确认 被女警一秒认出妾贤也白口默辩 当场被带回送办 我不会跑啦 当然这里不会跑啊 林姓妾贤自个儿送上门 插翅也难逃 回顾偷窃犯行当时的监视器画面 妾贤还嫌故意逗弄 林姓车主车上了宠物狗装手 取得信任后 就顺势出手偷走车上的一包香烟 扬长而去 整个过程也全被监视器给录了下来 犯贤趁被害人下车过屋时走到车旁 以手摸头安抚车上狗狗 并趁机偷走车内香烟 令本所远警至加油站巡迁时 犯嫌主动向远警打招呼 远警立刻认出该名窃嫌 并待反所侦办 警讯后依窃到罪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虽然只是一包香烟 但警方仍高度重视积极侦办处理 玉里分局分局长黄敬尧表示 绝不容许任何犯罪行为的发生 而为了守护民众安居乐业 居住环境也将持续打击不法 记得石玉兰玉里正采访报道